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武统党选将在3月18号开始举行 那基于武统已经一决 主席跟树立主席两大高职不会开放竞选 这意味着阿姆扎西跟穆罕默哈山将会继续保留原职 主席职位没什么看头 但是副主席职位呢很大可能会陷入大混战 新海峡时报的消息指 这一次党选可能会有至少9个人 角逐只有三个名额的副主席职位 那除了三名现任副主席伊斯麦沙比里 马哈兹尔跟卡利诺丁之外 其他有意争夺副主席职的 还包括党主席阿姆扎西阵营的外交部长赞比里 首相署部长阿沙利纳 前第二财长佐哈里 还有乌亲团长阿斯拉夫 那另外前若佛大臣哈斯尼跟沙巴乌同主席邦莫达 据说也将会加入占围 不过伊斯麦沙比里向每日新闻透露 他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捍卫原本的职位 因为他正在等待社团注册局理清 最高两个党职不竞选的议决 他也提醒乌同总秘书阿末马斯兰 不要急着发表没有违反党章的言论 因为社团注册局还没有完成调查 他说他尊重乌同代表大会的决定 除非这个社团注册局呢 有相反的决定 那到时候呢他会再做决定 言语中似乎在暗示 如果两大高职开放竞选的话 他想要竞选更高的职位 至于传闻要攻打副主席职的 前柔佛大臣哈斯尼 今天也亲口证实了 前柔佛大臣兼前柔佛巫统主席哈斯尼 今天出席柔佛巫统特别会议后 向记者透露 他将在来临的巫统党选中 竞选全国副主席职位 而传闻会在党选中 寻除捍卫副主席职位的卡利诺丁 今天在记者会上 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动向 只是提到柔佛巫统一致同意 给予被冻结党籍的 森布隆国会议员西山木丁 和前巫统地步老去部主席 上诉的空间 在我们身体谈合作为 决定的决定 UMNO Johor juga turut berbincang, zahirkan rasa sedih atas apa yang berlaku kepada kedua-dua pemimpin yang tak dapat dinafikan banyak berjasa kepada UMNO Johor khususnya. UMNO Johor bersetuju supaya mereka ini wajar diberi ruang untuk merayu. Terima kasih.